而行人就問 這過馬路難道還要考驗反應力嗎 因為在台北市的北投分局前面 一共有七條馬路交會 但是十多隻的耗製燈桿 卻是只閃紅黃燈 也就是說行人駕駛穿越的時候 必須要靠自己觀察判斷 才不會被卡在路中間 推著娃娃車穿梭在車陣中 但仔細看走得明明是斑馬線 怎麼還這麼危險 在北投中央南路上的圓環 周邊一共有七個岔路 但十多隻耗製的 通通都只閃紅燈 所以不管是開車還是行人 都得靠自己觀察 尋找穿越的時機 過個馬路觀察力跟反應還要夠強 不然就得在馬路中央跟汽車乾燈眼 看誰要先讓誰 人多車多主因就是這邊的岔路 分別通往新北投 台北石牌溫泉區跟淡水 是北投相當重要的幹道 加上附近還有不少學校 到了上午下午的尖峰時段 七條馬路交會 十多隻耗製燈只會閃啊閃 當然更危險 其他時段沒什麼人 你如果設紅綠燈 紅綠燈最起碼也要停30秒 最起碼 因為岔路太多大家這樣等反而更久了 對 反而更久了 當地居民習慣了 但外來客可是相當苦惱 諸葛單位則表示民眾有不同意見 會再進行研議 號制燈暫時維持閃紅燈 不過用路人還是得注意交通規則 行人走斑馬線 轉彎車要讓執行車 違規依舊會開罰 確定修改前 民眾經過還是多住一些 比較好 記得往中漢高加幅台語報導